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1月到7月的桥外资投资有2029件 大约金额是美金60亿元 那实际上年同期增加了36% 金额增加主要就是因为7月份 它核准了荷兰美商的美光 有758亿的投资案 所以才会造成这个数据 但是还有这是增资国内的 台湾的一个美光的半导体 比较大的投资案 我们再来看看其中 入资来台的投资方面也有 这中资来台投资大概是80件 美金是1亿多快 1亿多 那比上年同期减少了5.83% 金额减少原因 其实是因为去年1月 有核准一家荷兰商 以2000多万美元认购台湾的 奈志亚半导体比较大的投资案 比较及其较高所导致之下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国家来台 投资的金额是有增加的 我们看到1到7月 新南向国家来台 这个投资有358件 投资的金额就有1亿多了 那比上年度的从其增加了3.45% 那这新南向的国家 其中又包括有哪一些国家成长最多呢 像泰国呢 它就成长百分之2550% 没有看错就是这么多 还有澳大利亚澳洲呢也成长百分之162 而印度呢也有成长百分之146 没看错这些国家成长很多 那其实这时跟美中贸易也有关系 很多国家是想要把投资 中国的钱转进台湾提高投资金额 那我们提到新南向 这几年东南亚不少旅客都喜欢来台湾旅游 加上台湾人也喜欢出国玩 今年航空市场总计新辟了25条的航线 其中有17条是外籍航空开设的 那在刚刚提到的双向带动之下 也促使不少外籍航空公司 抢进台湾市场 推广热气球和原住民文化 台东县政府和欧雄一起跨海 到新加坡参加观光展南向拓展观光 不只国内旅游向外揽客 现在各国的航空公司也抢着要拿台湾的空中门票 今年新开辟的25个航线 其中有17条 等于是将近7成都是外籍航空来设点 包含香草 月节 几州 还有日本新月 跟汶莱的皇家航空等连航 抢进台湾的天空市场 今年的话就是越来越多 比方说像这个汶莱航空 大航 然后还有纽西兰航空 有些是重回台湾 那有些就是新的 25条新增的航线中 11条飞日本 8条飞新南向国家 因为现在配合新南向政策 在桃园松山机场以外 抵达跟离开的新南向航班 都可以减免降落费 是吸引航空公司开辟新线路的 主要原因举一 以前这个航线都是红眼航班 然后现在就变成说 早中晚都有很多个航班可以选择 那第二个最大的优点就是 航班选择多了 当然竞争也就大了 那所以可能价格战就会开打 旅游达人分析 外籍航空开辟新航线 不只让航班的时间选择增加了 也可能促成票价相对变低 对旅客来说利多不少 三立新闻中之委带回台北报道 台湾人不只喜欢出国玩 这几年更喜欢运动 所以运动风潮再起 不过为了拉拢女性客群 现在不少运动大厂 都瞄准这块商机 可爱元素来拉高 大家对运动开销的支出 像美国品牌 UA就默默推出 各种粉色系的运动单品 我们可以看到 从内衣粉色的到上衣 也是粉色 还有一些字母 以及到球鞋 都是一个粉色系列 而运动鞋也非常夯 这所谓的十英粉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款的鞋子 都是带一点粉色系 那超可爱的单品 也大大吸引女孩的目光 说真的 为了穿上她们 要她们天天运动 也是甘之如矣 那其实台湾人 在运动消费支出上 都是蛮大方的 我们来看看 一年的消费支出有多少 这个台湾人 在运动消费支出 一年就有1200亿之多 而且12年参与运动的比例 就增加了8.4% 而运动装备的消费支出 更多 有586亿之多 那像参与性的消费 比如说我去运动 那我会稍微买一下 运动物衣 运动服等等 它的支出就占了 283亿之多 也就是说 如果以去年13岁 以上总人口率推算 大约就增加 175万人的运动人口 那运动消费支出 也是买装备居多 那台湾的健身 还有运动中心 成立家数也变多了 运动销售用品是五花八门 运动商机 更是变得很热门 尤其女性这一块 不只有运动大厂喜欢 就连电动机车 也锁定女性市场 上周呢 这个GoGo就推出新的颜色 它们真的超可爱的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完全就是一台粉红色系的 而且它就是在 二系列上面的新颜色 那GoGo的呢 它7月挂牌 今年也创了新高 有6300多台 而7月18到20岁的 女性市场 也成长了106% 成长一倍之多 新色款呢 也是瞄准 17到18岁的年轻女性 那车色对于女性来说 是像衣服一样 永远不嫌少 永远都希望可以与众不同 因而有了第17号新色 粉红突击的诞生 其实颜色也是一门学问 像GoGo也是进行市场调查 发现粉色是不少女生喜欢 每个颜色都有它的代表 女生就是粉红嘛 那绿色就是邮差的专属颜色 那邮差现在也骑电动车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辆呢 就是邮差现在正在用的油物车 而且它目前是在用中华的 以Moving的Post 那呢其实不过GoGo它也有推出所谓的绿色车 而且是专门替油物式设计的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辆 也是以二系列下去设计 那新GoGo它的油物绿 就是车身的颜色 再来它后座改为货架之后 就可以摆放信件物品嘛 还有它还升级了置物箱的USB的充电插头 那在目前为止 这辆车不是中华车的油物车 只是GoGoGo设计出来 将来不排除会进行油物车的竞标 那看完电动车之后 我们来看这几年很流行的露营车 福斯跟彬世不约而同 都有这个超豪华的露营车 有独立的卫浴啊 完整的厨房 堪称比家里还舒服 在台湾虽然不是很流行露营车 但是有露营套件的休旅车 却卖得很好 能拉台销售 开着车到处在乡间玩 累了就停下来休息 这辆福斯入营车 号称超豪华内装 大量使用米白色材质 营造出明亮的车室空间 前座椅旋转180度 再加上个桌子就能喝茶聊天 还有触控萤幕能控制温度 看车内状况 车子空间甚至可以塞进大床 就连料理台水槽一应俱全 双式火炉更是少不了 厕所空间能伸缩 独立设计确保车内干净 这辆豪华露营车将在明年先在欧洲赏识 而地表最强的露营车莫过于这辆 以宾室底盘加强性能 车尾还有一个车库可以容纳一辆小型汽车或跑车 更厉害的是车身可以往外推动 把客厅空间变更大 车内有两个大卧室 内装跟豪宅没什么两样 不过一辆车要价1800万台币 在台湾虽然不流行露营车 但多功能休旅车确实卖得很好 相对于一些休旅车 它能够搭配一些露营套件 它可以增加车子在使用性的功能上 也能够比较被消费者所接受 车尾结合充气室帐篷 让整体空间有延伸效果 这辆SUV除了车内空间大 还多了露营功能 提高消费者购买可能性 这几年车商追上露营风潮 不管是车款升级还是新增套件 都引起车迷关注 三里选杨玉新 邱子玲台北报道